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叫大和家规 元朝时候有个人叫郑大和 为人正直 孝顺父母 后来接替哥哥郑文寺管理了家务 在掌管家务时 他非常严肃认真 制定了很严格的家规 孩子们到了成人 就按照礼节置办成人礼 婚嫁或者丧葬时 他也会遵循礼教 按照相应的礼节来办 过节的时候 郑大和坐在堂上 子孙们照次序排着 一个个给他行跪拜之礼 看见他们行李的人都非常佩服 小朋友们 人们为什么很佩服郑大和的家规呢 想知道吗 那好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 听故事 大和家规 在元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郑大和的人 他带人谦和 为人也非常正直 勇敢 他有一个哥哥 两个人和睦相处 互相谦让 他们两个人和父母亲一起生活 并且很孝敬父母 邻居们见了 都很羡慕地说 你们郑家真是有福气啊 有这么懂事孝顺的儿子 后来 郑大和的哥哥郑文四 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够掌管家中事物了 于是 郑大和就接替了他的哥哥 成为了一家支掌 负责掌管家中的大小事物 郑大和掌管事物时 非常严肃认真 对待家人 以及处理家中财富 他都会非常的小心谨慎 在平时的生活中 如果家中的孩子 到了成年的时候 郑大和就会非常庄重地 给他们置办成人礼 并且还会包上一个 非常厚重的礼金送给他 他会鼓励孩子们 按照家规去做人 做一个严谨认真 待人和善的人 刚刚成年的孩子 为此都会非常感激他 不仅如此 亲戚家办婚礼 或办丧礼的时候 郑大和都会按照礼仪规范 去帮助他们 并且也会准备一定的礼金 非常庄重地送到现场 以表示庆贺两个人的结合 或者表示纪念过世的长者 有一次 家中的孩子想要出去玩 于是撒谎对母亲说 妈妈 隔壁的王大娘 要我去帮他整理粮食 母亲听说孩子要去帮助他人 非常开心地就答应了 但是小孩出了门 就到河边玩耍了 一只很晚才回来 回来时候身上全是泥巴 一看就是去了河边了 但是孩子不肯承认 坚持说衣服是帮助王大娘收拾东西的时候弄脏的 母亲听了之后 就是品行的问题了 是不贤得的表现啊 孩子听了以后 知道自己错了 惭愧地低下了头 在场的人见了之后 对郑大和的宽厚和严谨 非常的赞叹 郑大和笑呵呵地看着知错的孩子 对家里人说 做人就是要诚实 撒谎是不可以的 咱们郑家是讲规矩的人家 不能够野蛮地对待他人 孩子想要出去玩是他的天性 所以我们要听清他的意思 不能错怪了他 郑大和说完这些话以后 一家人更加敬重他了 从那以后 家里人也更加讲究礼节了 每当到了过节的时候 家中的老老小小都会穿戴整齐 排着顺序 一个一个地上前跪拜行礼 给郑大和贺寿 行完礼之后 再一个一个地从右侧退下 为了不干扰到其他人用餐 每个人的脚步都非常的安静 大家都行完礼之后 一家人就会其乐融融地 一起吃团圆饭 每当这个时候 郑大和家的亲戚 邻居们都会非常的赞叹 佩服 邻居们看到郑家儿孙们行礼 都会感慨地说 郑家真是一个懂得礼数的家族啊 个个都是懂礼貌 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啊 好了 故事讲完了 小朋友们是不是也很佩服郑大和呀 他那么地注重礼数 还要求家人 凡事按照礼节来做 即使生活中性小的事情 也不能例外 可见在礼数上 郑大和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其实 培养一个好习惯 就是要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开始 不要等到自己的行为出现了错误 才去纠正 我们应该从小就养成懂礼仪 有教养的好习惯 从生活细节开始 培养良好的行为 比如衣着要干净整洁 与人说话要面带微笑 多使用礼貌用语 见了熟人要问好 不说脏话 不打架等等 这些都是懂礼貌的表现 只要平时多多注意 这慢慢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一种习惯 所以 小朋友们 在生活中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尤其是细节 更不能忽视 这样 你会慢慢地 不自不觉中 成为一个 懂礼貌 又教养的好孩子 如今的小朋友们 是否计判工 在那里 从小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